感動的事情也好 開心的事情也好 應該特別感動的就是 當然歌迷啦 然後再來就是 很多從出道到今天 我碰到的柏樂 講一句比較老實的話 就是千里馬還去遇到柏樂 那我覺得 就是這些人他們真的讓我滿感動的 有時候回想起來 然後像最近一直看以前的簡報 然後看到以前 這麼多人給我機會 然後會覺得滿感動的 只是不會真的去跟每個人說 我很感謝你們 我很感動 我幹嘛 可能我覺得真的了解 我的人都知道 我可能很多時候 我是收在心裡 但是我知道 我也希望你們知道 其實我是非常感恩的 而最想做的事情 前陣子其實也有回家 也有放假 那最近就是開始很忙於在工作 那很想做的事情 可能還是偷個兩天回家 看一看我的侄子 然後 因為可能對啦 因為我媽生日 所以可能希望可以回家 跟她吃個飯 然後再來 希望真的把這張專輯整個結束之後 包括可能內地的宣傳 香港 台灣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都結束之後 還是希望可能有四五天的假期 可以出去散散行這樣 不多四五天就夠了 從出道到今天 棟梁的成功一直被認定為幸運 大家似乎都忽略了 他背後所付出的努力 希望棟梁堅持下去 成為歌迷心目中永遠的王子 我愛你 小寶貝 你是我的天使 看你的眼 看到了 我們所有回憶 沒有疑問 就是你 讓我實現夢想 只因為你 只因為你 讓我明白快樂的定義 好 謝謝